好,大家再来看啊 我们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就是 筛形实现的原理 是基于Cookie的,对吧 是基于Cookie的 筛形实现时 是给用户的浏览器 回忆写了一个 记住了筛形 ID号筛形的 ID号的 Cookie去实现的 对不对啊,对啊 好,那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 Cookie的筛形 是基于Cookie的 对吧 是基于Cookie的 那么现在有一个这样子 注意,浏览器 Cookie是保存在浏览器端的 浏览器是可以去净用Cookie的 能听明白的话不 进用Cookie的 那么如果浏览器 一旦禁用了 Cookie 那么所有的基于Cookie 去实现的技术都玩不起来了 是不是这里啊 好,那我们来看 我以IE为例啊 同学们来追 这是个隐私啊 来看一下这里边有一个 中 中是一个默认的级别 你看不看 中独止没有经典 什么隐私策略第三方 Cookie 独止之类 是吧 这是一个中 然后你看一下 我把拖 阻止所有的Cookie 啥意思啊 有任何Cookie 这个浏览器 都不保存了 那任何基于Cookie 去实现的技术 也都玩不起来了 没办法理是没有 好,我们把它给弄一下 好,弄了之后 大家来看 你刷新 注意,这是之前的吧 然后我刷新 你就看到 你不管怎么刷都是空的 没有没有 不管怎么刷都是空的 因为你已经 禁用了Cookie啊 禁用了Cookie 你这里边 只要是Cookie 是不是都不保存了 明白吧 不管任何Cookie 都不保存了 听见没有 这要搞清楚啊 要搞清楚 好 这我们就知道了 对不对 那浏览器 进入了Cookie之后 真的就没有办法 去解决了吗 实际上是有办法的 你看我怎么弄啊 我先给你手动演示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代码演示 好吧 我这样写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 三星的ID号 三星ID号 我之前 在是不是 Copy过来的呀 当然是不是 找到阿花了 禁用了Cookie之后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重新找到阿花 对吧 没问题 好 但是 这样写肯定不行 你不能让用户这样去拼接吧 对呀 那我们得通过代码去实现 怎么实现呢 注意 你可以使用什么样 重写URL地址的方式 明白吧 重写URL地址 好 首先 来看一下这儿啊 我来写一段世界代码 我Response 点GuyWriter Print 我直接让他 搞一个这个联系吧 能跟上我们的呀 能跟上我吧 你这一访问 好 去访问一下 一啊 好 你看左下角 左下角是不是就访问三星二啊 我一点击 访问的空对不对 好 现在追 现在访问的的确是空 但是呢 我现在 对这个URL地址进行重写 怎么重写呢 这样 你看当前这是那个URL地址啊 这个URL地址你不能把它写死 写死了 写死了 就不行 你得动他的场景来 怎么做呢 两个加号 不是 两个双引号 两个加号 挪到中间来 把那个重写后的URL地址传到这里就行了 明白 好 我写个U 我写个Strend 在encode的URL等于 所以你之前那个URL地址是不是这样的 是怎样的 对09下发现 三星 是三星二啊 是这样的吧 你对这个URL地址重写 怎么重写呢 对Response里边 它这边一个encodeURL 看到没有 encodeURL 这个encode之后 它就可以对这个URL地址重写 重写的时候 它会在后边自动的拼接 我刚刚跟大家在这个浏览器地址里边 拼写的那个什么 拼的那个 这种形式的 明白吧 来 我们写一下 encode 好 注意encodeURL 这里边是不是有两个方法啊 其中有一个是过时的 上边这个是deprecated 看没有 它表示过时的 就是有个横杠的 然后下边呢 它确认里用这个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URL地址重写吧 这样就行了 你这样一重写 再把这个 这个 再把这个地址 再拼接进来 就像是O了 看明白吧 好 注意啊 我现在不慌刷 我们首先光标看一下 大家看左下角能看到吗 左下角 有些同学看不到是不是 这样看 可以看到没有 左下角 浏览器的左下角 能看到没有 注意当前是不是没有拼接上的一个接下车ID的 好 我现在注意 我现在重新访问一下 我这个代码是不是就生效了 重新访问一下 三星一了 访问一下三星一 我刷一下 好 大家继续再来看 看左下角有了吗 是不是就有了 对 你这个时候再点反过去 看是不是早了 好了 没有 没有 好 但是注意大家 这个技术 没什么实用价值 大家讲啊 只是为了拓展一下大家知识 因为有同学以前出去面试的时候被问到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技术没什么使用价值呢 是因为这样的 你想一想啊 我现在是通过代码进行对这个UI技术进行重写吧 是吧 正常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进行重写的 对不对 如果他这个浏览器 他没有进用cookie是不是不用重写啊 对吧 哎 那只有进用了我才能重写 但是有个问题 你真正 如果你真的去重写的话 你想一想 现实开发过程中 一个网站里的链接是不是可能有很多很多个呀 你想一想淘宝上那个链接到底有多少个 京东上链接到底有多少个 你可能把每一个链接都进行重写一遍吗 不可能的 听明白吧 这是不可能的 哎 所以啊 这个技术实际开发过程中没有什么使用价值 明白吧 没什么使用价值 好 行 呃 那 也跟我们说 那如果说真的进用了cookie的怎么办呢 真的进用了cookie的 那么 你只能友好的提示用户 哥们 你把应用 你把cookie给禁掉了 你需要把cookie 这个禁用 给取消掉 明白我的是吧 例如 例如 你会发现 一些网站都是这样做的 好 上一下办公室的wifi 不知道能不能上得上啊 哎 还能上来了 这是个假的 是不是 你回去可以上京东啊 上京东的时候 你注意 你就把你的京东的这个 上京东之后 你把它塑制为阻止所有的cookie 阻止所有的cookie 你会发现 京东 你都没有办法登录了 为什么啊 因为京东那个登录的时候 它就是基于cookie实现的 卖吧 哎 你可以自己去玩一玩啊 这个 啊 哪个是你啊 是这个吧 好 赶上号了 好 不安全 我也连一下 好 是不是连上了 大家 连上了之后啊 你看最 当前我是进入了所有的cookie吧 我去登录一下 网络不是很很给腻啊 好 没事 等一下吧 好 来看啊 我输一下 好 注意啊 我点一下登录吧 的呀 哎 请启用cookie功能 过后更换留言 起吧 就算你的cookie 进入了 明白没有 OK吧 你cookie一进入 他都没办法登录了 然后他这里边又会告诉你什么呀 如何进行 如何起用cookie吧 你看他又告诉你 比方说I1 如何搞啊 crumb如何搞啊 火狐怎么搞 听明白没有 哎 你看是不是就这样了 他告诉你 I1 什么I1 6 I1 7 I1 8 哎 怎么I1 词都没写出来了 你可以给京东 是不是 给他 给他写个邮件啊 对吧 哎 给京东的客户写个邮件 是吧 你看这火狐 告诉你如何禁用吧 如何如何解除禁用吧 对吧 这还有什么呀 他好像就写了两种 是吧 就指定了两种 什么其他的 好像没有 没有指定吧 你看 对不对 所以说他的京东网站 这个页面都有 用了有三四年 都没有更新过 对吧 你可以给他提个意见 你早都已经 I1 10几了 你看他还 I1 8 对不对 是不是 啊 啊 谢谢大家